诗篇第140篇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 求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恶事,整天挑起争端 他们使自己的舌头尖利,如同舌的舌头 他们嘴里有毁舌的毒 耶和华,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因为他们图谋推倒我 骄傲的人暗中布下陷阱害我 他们在路旁张开绳索作网 设下圈套陷害我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拯救我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你保护了我的头 耶和华,求你不要容恶人的心愿得偿 不要使他们的计谋成功 免得他们自高自大 至于那些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的头被自己嘴唇的坚恶遮盖 愿炭火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掉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 愿搬弄是非的人在地上站立不住 愿灾祸连连列举强暴的人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申冤 必替穷乏人辩屈 义人必称赞你的名 正直的人必住在你面前 你也正直到这种反省 因为这种反省